面临夏季用电高峰 倍转容量率多次低于10% 明显不够 供电超吃紧 前总统马英九火力全开 再度炮红蔡政府的非核家园政策 大有问题 台湾不能继续死守在非核家园的 落伍观念中 蔡总统非核家园的政策 老实说已经跳票了 台湾能源问题的解决 唯一缺的就是一个头脑清楚 熟悉市局 反应快速 知错能改的政府 看看世界各国 日本将在今年冬季 重启最多9座11年前关闭的核能机组 以稳定能源供应 南韩主张2030年前 将核能发电占比提高到30% 坚定反核的德国 也在今年2月 考虑延长核电厂使用年限 唯独蔡政府逆流而行 坚持废核 到2016执政到现在为止 那绿流增加不到1% 看看全世界 现在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欧盟 都不断地背后 这个核电 毕竟这个烧天然气 实在是太贵了 鼓励蔡政府 悬崖乐嘛 启思民本基金会 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对蔡政府整体施政表现 56.7%不满意 更有超过六成的人 不满意蔡政府的能源表现 高达近九成的民众认为缺电问题超严重 有任何一个政务官下台负责吗 完全没有 这是为什么民众对于政府的能源政策 还有电力供应是毫无信息 敌人如果今天要攻击台湾 要造成台湾的瘫痪 太简单了 不用用到飞弹 让台湾停电断电 缺电就可以了 不愿向先进国家看齐 死守错误的能源政策 苦的是得不断面临缺电 跳电的老百姓 据转于扇行李沛捷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